各位企有点好 欢迎收看Dictive的相机场景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 精妙实用对长局 也是一旁不可多得的 炮兵以囊杂症 此步其局表面上看 黑方有局的存在 而且带了一个小组 正所谓一局狮子行 目前红方即便 虽有双炮兵 当你双炮又没有根 黑方即便随时可以退居 或者平均来追红炮 只要破掉红方的炮兵 红方即便直接上了架 肯定要败 那目前红方中路的炮 又被黑方老将给双炼住了 一时半会又倒腾不开来 在当前局面下 红方即便能否通过 巧妙的运指方式来取胜呢 接下来我们来领教一下 红方的一个手段 首先的一开局第一步棋 非常关键 红方即便要直接先退炮 给炮生根 待会平中炮谋求一个双炮将的杀起 而这么一走 你会发现 黑方现在是不敢用狙来对掉红炮的 因为一旦这么走 红方向掉黑狙 待会用炮破掉底边的竹子后 就可以形成炮第一兵 必胜双四的局面 因为红方可以用一个炮 换掉黑方的双四 构成当兵情网的机会 这也是一个定式杀法 那既然黑方即便 不管用狙来换炮 这时候红方又埋伏 有一个双炮杀起 你平足过来也好意义 所以这时候黑方即便只能选择退狙来防守 因为这里是打不开 老将不能动 但是这个狙该导致到哪里呢 这里黑方只能退一步狙而已 而不能多退两步狙 因为如果直接退两步狙的话 红方把炮往后一退 下一步还是双炮杀 你线迫不得已 你当狙点将也没用 你还是得进狙来追红方的后炮 那红方果断平中炮将 利用双炮杀起的机会 逼着一方用狙硬扛炮之后 就可以破掉黑狙 一旦这么走 黑方肯定要败 所以此局到了这个旁边 眼看红方即便一开局退炮的时候 黑方只能退一步狙 但是在退局之前 黑方要走一个过门 就是先点一将 为了是后期可以拼竹过来围剿 不然的话这个竹是靠不过来的 那一方居将 红方就赶紧下摔 这里黑方就抬两步狙 来防守 一旦这么走 红方又开始应对 在当前局面下 红方会发现 你这时候呢 如果直接平炮到上路 想禁礼炮杀起的话 黑方就平居来追红炮 因为红方这边的禁礼炮是有杀的 所以你再次平炮也没用 黑方只要继续平居追炮就行了 红方这个炮呢 还是呢 完全没有施展的余地 那这时候红方呢 又开始应对呢 这边红方呢 要选择平中炮来一将 逼这一方呢 平居过来 挡住红方的炮面 紧接着呢 再次巧妙推一步炮 这一步推炮呢 如果想不出来的话 次居呢 就再也赢不了 为什么要推这一步炮呢 主要是压缩黑方狙的活动空间 现在一方即便狙 无法左右倒腾 被双炮所双裂 也不敢用狙吃炮 而且四根老将 被红方的炮给困住了 那一方这时候十分无奈 迫不得已 只能拼竹来走先骑 但一拼竹 其名还不是明朗 这时候红方呢 又该何去而从 好像这么一看 红方即便呢 压根没有照射的余地呀 但是呢 这一边红方呢 走得十分巧妙 继续呢 再次平炮 等你一手 这么走呢 目的非常没确 还是想近底炮沙奇 那一方这时候肯定不乐意 现在呢 又被叫者炮将 这时候 如果一方即便 选择撑左边式的话 我近底炮沙奇 一如反战 你如果撑右边的式呢 红方把炮甩到另外一边 近底炮还是杀 你居右被中路的炮给盯住了 无法左右倒腾 面对红方的近底炮沙奇 黑方肯定要败 所以呢 此局呢 到了这个旁边 当红方这边平炮到巷口的位置的时候 一叫炮将 黑方别无选择 只能平居来追红炮 那这么一走 跟刚才呢 就有所不同 因为现在呢 这个炮在巷口 红方即便可以巧妙通过飞向的一个手段 用巷给炮生根 导致黑方即便呢 没有平居 退居吃炮的一个机会 那这么走呢 有何意义呢 现在是轮到黑方走位 老将双十都不能动 被炮所困 你现在只能动居或动足走先骑 首先来讲 黑方是不能平居的 我近底炮 就是一个天地炮的沙发 必败 那一方呢 如果近居呢 怎么样 也没用 因为呢 你近之一步居 需要盯住了红方的泡面 但是呢 这手红方即便呢 却有妙手可以解围 这手红方这里 只要直接选择抬高炮 就行了 下一步骑呢 照样可以选择瓶中炮 创造双炮的沙奇 那好像这么一走 你现在呢 黑方即便不是占了一个便宜吗 因为这样一来 红方即便会被黑方平居将 抽掉泡面 但是呢 红方这一边却另有妙招来解围 这手红方只要平一步出来就行了 这里呢 你会发现 如果一方汤吃红方的泡 我尽力泡一江 黑方就得撑势 刚好呢 拱底兵 就是一个泡兵的绝杀 借帅助攻 形成昆壁 那这样一番即便呢 不敢汤吃红方中的泡 如果呢 再次点一江呢 也没有意义 因为我是平帅战中的 你又不能用居一直长江 对吧 这手呢 你会发现 你退居吃兵也来不及 红方进炮是杀 平中炮也是怕杀 黑方呢 照样反不胜反 必败 那这也是红方即便的非边向之后 黑方进居 抓中炮的一个变化 那一旦这么走 既然呢 洞居已经行不通了 又不敢用居换炮 那只能动族走先骑 这一边黑方不管这个族 是平到内道也好 平边路也罢 现在红方呢 又该何去而冲呢 好像这么一看 红方即便呢 压根没有照杀的余地呀 你平一步炮 想进里炮作杀 黑方呢 就继续用居盯住炮 这样一来呢 红方即便是属于残叫杀 所以黑方可以一直用居追炮的 不违规 所以呢 这手红方呢 只能采取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呢 继续平中炮来围剿 接着呢 继续把黑方的居 给引到中路的内线过来 下一步骑黑方呢 仿道又可以用居砍中炮 连吃带喝 破双炮来围剿了 但是呢 一旦这么走 好像红方呢 占不到任何便宜 当时之不然 这里红方有一步 让人意想不到的旗 就是继续飞高下 这一走你会发现 黑方的居又被套牢住了 不能动 也不敢用居换炮呀 这时候别有选择 还是只能动主走嫌弃 而正因为飞了这个项 红方这手就可以巧妙抬一步炮上来 现在呢 平炮到上路之后 就有近地炮杀起的机会 你就无法用居来盯住炮了 而一旦这么走 黑方现在呢 别有选择 为了盯住红方的平炮 近地炮杀起 如果虽然平足的话 红方呢 就平炮到上路 下一步近地炮杀 黑方呢 也只能等着办 因为你居 无法盯住炮 又不敢对炮 可能是在姐难逃的 所以呢 到了这个旁边 当红方进炮之后 黑方只能退一步居 随时呢 要平居抓象来围剿 当红方这时候呢 就可以多摆一步炮 远离黑方鞠的牵制 先红方是叫着炮僵 刚才已经说过了 黑方是不能称事的 如果称左边的是 我近地炮杀起 称右边的是 红方呢 这一边呢 平炮到另外一边 近地炮也是杀 黑方的鞠 被中路的炮给盯住了 又不敢用鞠换炮 一旦这么走 黑方肯定要败 随黑方这一边呢 眼看红方平炮之后 唯一的办法 只能平鞠砍向 牵制住红方的基部 近地炮杀起 但红方呢 还是走天地炮的杀法 把黑方的鞠给硬下来 这里呢 红方就可以顺利 用兵砍掉黑鞠了 那些兵界炮威 黑方鞠两头吃不动 也不能用将捉掉红兵 唯有上将之一步 岂可走 那红方呢 一平平吃鞠 待会呢 灭掉黑方敌兵的当事 跟竹之后 就可以呢 利用炮兵来作杀 可以说是一族防战 那这一盘棋局 虽然说是一盘红方的必胜局 但是双炮的一个巧妙利用 非常值得大家 谢谢 希望的旗有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